当地时间今天上午10点 伴随着悠扬的钟声 仪仗队持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入场 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伊图 首先检阅了参加阅兵式的士兵 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 普京在讲话中强调 只有强大的国防才能保障国家的安全 普京讲话结束后 阅兵式正式开始 今年红场阅兵授阅部队 由途步方队 机械方队 和空中方队作成 在今年的阅兵活动上 终结者坦克支援战车 天王星6和天王星9作战机器人 匕首高超音速导弹 以及最新型无人机等俄军 最新型武器装备首次亮相受到关注 1945年5月8号 法西斯德国在柏林宣布无条件投降 欧美国家将这一天定为 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胜利日 因与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时间 存在时差 苏联及其后的俄罗斯联邦 将5月9号定为战胜德国法西斯纪念日 又称卫国战争胜利日